这一下出麻烦事了 一开始还以为鸽舍里面的 母鸽子很少 看到这个冠军鸽了没有 冠军鸽窝里面 有一只红鸽子 这个是百分之百的母了 自从给冠军鸽 把小母鸽 拿到鸽舍里面农养去之后 还是蘸花惹草 看到这一只没有 这一只也是红色大鼻子的 后代 和这个 红鸽子它俩是一窝的 红色大鼻子终于有红色的鸽子是母鸽子 小的时候我就害怕和别的鸽子 混在一起不好分辨啊 我们倒给您看一下 这个红鸽子的脚上面 我给它带了一个识别环 所有的红鸽子都是没有的 就唯独它有 红色大鼻子的 女儿 我这个冠冠鸽要拿走了 不拿走不行的 鸽舍里面的鸽子现在 很多都已经成年了 看这造型是吧 百分之百 要和这个冠冠鸽 在这边下蛋 不能让它们配对 回头这个 笼子 就要全部 给它灌起来 把冠军鸽拿回仓库养 这边鸽舍里面已经满了 给它之前配对的小母鸽 有的朋友说 正在复旦的情况下 要先养两天 不能直接拿下来就配对 结果这个红鸽子吃不消了 红鸽子还没得手呢 小母鸽很凶的 现在是早上的6点钟 我们来装那个冠军鸽 把他抓到带仓库里去 看到这一幕很心烦 让他抓了带走有两个原因嘛 因为他和小母鸽分开之后 然后就是 怕他加飞的时候逃掉了 冠军鸽毕竟不是在咱这边开家的 还有一个就是 我感觉到他扰乱鸽舍的秩序 既然在这边左拥右抱 他不光是和这一个小母鸽鬼会 他好几个 现在抓起来 吃的真胖 放回仓库吧 现在仓库里休养一段时间 在没找到这个隔板之前 这个门是不开的 因为这个地方太大了 里面还有个草窝 我把草窝拿走了 位置也是很大 他们会在这边震 给他放在这个公鸽的笼子里面吧 这样方便管理 好的休息 哈喽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悠悠的视频的朋友 还请点个关注 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 关注